我非常好奇 毒刺的后端肿搭的地方 里面是不是充满了毒烟 哎 今天我们就割开来看一下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Y点的实验室 我是歪叔 在上一期视频里 我介绍了我养的一群蝎子 今天早上起来 我发现死了两只蝎子 然后这只蜘蛛也死了 这里解释一下 并不是我把他们放一起打架才死的 是自然死亡的 之后我才把他们放一起的 这只蜘蛛我养了有两年了 刚买来的时候只有绿豆大小 好不容易养这么大了 死了真的有点伤心 看他的毒牙非常锋利 刚刚花了一点时间 我把这只蜘蛛的牙齿拔了下来 看是不是有点毛骨悚然 要是现在被他刺一下 不知道会不会中毒 我是开玩笑的 我比较怂 我可不敢这么做 这只蜘蛛还是挺漂亮的 它叫陈巴布 在捕鸟族中属于非常凶 毒性非常大的品种 再来看看这两只蝎子 尾巴上的毒刺也是非常锋利 还是下不了手 把毒刺掰下来看看 这些就是蜘蛛和蝎子的精华了 我非常好奇 毒刺的后端肿大的地方 里面是不是充满了毒液 诶 今天我们就割开来看一下 这个蝎子的毒针里面 好像充满了一坨肉 并不是一包毒液 再来看看蜘蛛的毒牙 这个已经烂了 换一个 看 也是一坨肉 我猜测哦 可能这坨肉就是生产毒液的组织器官吧 这坨肉看上去水分含量比较高 可能这些水分才是真正的毒液 只需要一点点 足以满足捕猎需求了 接下来我会把蜘蛛和蝎子喂给面包虫吃 敬请期待